車輛行駛在國道上 前方車輛不多 突然對向一台砂石車 穿過分隔島衝了過來 驚險一瞬間 駕駛急忙一撇成功閃避 但車輛左發還是稍微受到波及 跑在駕駛超鎮定 穩住車身有驚無險 但力量綠色麵包車 可就沒這麼幸運 駕駛因為閃避不及 被砂石擊中 車頭嚴重變形 當場就沒了生命跡象 27號下午1點20分 國道1號87公里處 南下砂石車失控翻覆 車上的大量土堆 全灑到北上車道 一口氣覆蓋三個車道 造成國道嚴重回毒 當我聽到聲音的時候 就是有聽到它插撞的聲音 就是它應該是先撞 前面那台白色的 然後就我的車子就被它夾著 整個在內側就是這樣子拖行 而另外還有兩台自小客車 連帶受到影響 車體受損之外 砂石土堆清晰可見 根據了解 由於這個路段 對於南下駕駛而言 剛好是下坡 加上遇到大彎道 一旦沒有保持好安全距離 就很容易發生意外事故 這回大型砂石車翻覆意外 連帶波及三輛車 還造成一人死亡 家庭破碎 當時共成的太太和孩子 悲痛不已 記者紅毛鮮流容新竹采訪報道